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百万 我没数错吧 你说这咱们这恋爱盲盒上线 不到半个月 流水三百万呀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年里五个月就都破译了 成了 成了 你这么死我了 就知道钱 我跟你说 这说明咱们的事业成功了 成功了 好 我觉得 应该让人和组长的力量 一二三 来来来来来 好 一二三 你说他俩研究什么呢 这还不好猜 你想 现在公司最棘手的是什么 黑客 他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找到了 给我地址 我现在过去 你松开 你们两个的事 你们两个自己解决 别跟这小子客气了 听见没有 谁呀 和你啊 等过来 像个男人一样 像谁是个男人 你找上对付 对付 做错了事 就要接受惩罚 你都买了什么呀 买了个屋 我买的那是 好 你这衬衫这么皱 等水衣了 但你好像都没洗 不脏洗什么 我穿过呀 所以呢 所以 所以你得洗了呀 脸皮还挺薄 你和李询博位 还天真的以为 我现在和大学时候一样吧 只能靠能力 只能出头 吧 wości 竹岳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这个场景 好熟悉啊 好熟悉呀 一秦 对付奥匹 你还有后以上 对吗 你怕他 没错 我怕他 我又恨他 所以很公平 你怕他 他们怕我 那你怕谁 老子谁也不怕 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 要被判几年啊 李勋被定罪 不好吗 所以你是要 我要送他故地重游 李勋胡林是吧 有人举报你们 非法入侵的 LV有机公司的福气 请你们跟我们回军 配合调查 你前面有关才告诉老李勋胡 他这是犯什么事啊 看作战维对的 感觉还挺好的呀 我够改刀七十一心 正当竞争不过 开始用这些旁门左道了 你们是要毁掉 我的七国争霸呀 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罚网恢恢 输而不漏 你们等着坐牢吧 上车吧 不了 我自己走 那你小心啊 朱雁 对不起 我没那么严重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啊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啊 喜欢跟自己较劲 吃药可以缓解焦虑 你不用那么在意 以前的事情 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 李萱 高建宏有一句话说得对 你一个人是爬不了山的 你不能低头 我不允许 李萱 李萱 给你介绍一下 朱组长的朋友 知名画家 田修竹 重年大 认识 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身闷器 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 到底有没有跟那个花家在一块 我问他 你让我问他这些 怎么问 对呀 谁呀 小叔个点帮我开一下门吧 哦 好 来了 谁呀 没人 喂 郭总监 我到楼下了 没有耽误面试吧 好 我马上上来 朱小姐 这么巧 好久不见 巧吗 你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 有你个建议 离我远点 你不用这么抵触我 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 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 听不懂是吧 我这坑蒙拐骗也好 饿死街头也罢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 和了不起的简历 有多远躲多远 明白吗 实话告诉你 早在大学时期到现在 我就一直期待和李勋 来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这场较量的结果 一定会非常地惨烈 就算李勋再做错了什么 至少他对你一直是 真心相待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给任何人机会 永远无条件地 站在李勋那边 相比大学四年到现在 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折磨 这一刀还远远不够 你赢不了他的 三年前 我就已经在等着一刻了 我要的不是钱 也不是一家公司 我要的是尊业 我失去的 他都得还回来 雷雪 我认为今天的事情 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 你让我走可以 那你考不清楚 我今天走了以后 我还会不会回来 那也是你的选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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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徐 你现在再往前走一步 我们真就彻底完了 公主 你有梦想吗 我的梦想就是 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 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了 你打算怎么处着我 那就千刀万挂 罚你下地狱 那还是算了吧 李徐 那你可记住了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背叛的连下地狱 方志敬 我劝你最好答应你 如果让我发现 你在背后有什么小动作 生死我放过你 要是还有下次 我一定会彻彻底底回来你 你别跟我说这些 不信 李徐同学三年前 破坏比赛秩序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属于违规 组委会决定 取消 上一件与他同组的 朱运和高建宏的 一等奖的名次 李徐 朱运和高建宏三年内 不得参加比赛 第二个完毕 杰森 买赌玫瑰吧 想要吗 还好 但老板辛苦了一晚上 得照顾一下生意 五十一朵 五十一朵 五十一朵啊 这么贵啊 全样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啊 谢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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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有我在 你不用带回身带自地 去对抗世界了 就像这话一样 我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